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电影名称叫做幸福百分百 那时间是5月3号 礼拜二晚上7点钟 在总督数位影城 那这部电影最大的吸引力呢 我在猜就比如说 朱雅·罗布兹、凯特·哈德森、 珍妮弗·安妮斯顿 都是已经算是中年的 非常资深的 很棒的演员所共同主演的这部电影 幸福百分百 所以如果你喜欢看一些浪漫的 趣味的、可爱的 电影的话 你谢谢Colin 进来 02-8369-3398 医师 我们谈 我们刚刚提到的 就是我们十年前这样访问 这十年当中 你自己觉得 我要先问一个事情 是说现在民众对于去看 专门的眼科医院的态度或是理解 有大幅成长吗 是 我觉得这十年来 大部分的小猫小狗的家长 开始渐渐会知道说 分科的重要性 其实眼睛有问题 那当然是看眼科专科的医师 你所得到的资讯 你所得到的服务、医疗、招呼 会精确很多 那个精确是包括 比如说设备吗 是 眼科的设备 通常比一般动物医院 来的再特别一些些 譬如说我们有眼科纤维镜 我们有穿破乳化医 我们有列系灯 一些些特殊 譬如说眼牙笔 等等一般动物医院 比较不会准备的医疗设备 跟器材 可是对于一般的四组 他们的家人 狗狗猫猫的家人来讲 他如何发现说 我好像得要带他去 专门眼科 像长明这样的动物医院 去检查他的眼睛呢 是因为一般的家庭 动物医院 转诊过来的呢 还是他必须有一些警惕心 对 譬如说像我们医院 有大概一半的case 是别的动物医院 转诊过来的 那当主人在家里面 你发现你们家的 小猫小狗 第一个 眼睛眯起来 不是像平常一样 真的那么圆滚滚 亮晶晶的时候 那我会请主人 把他的眼皮翻起来 就翻他的上眼皮 看看他的白眼珠的地方 是不是红 如果平常是黑白分明 就是眼白的地方 是不是红色的 充满血丝啊 眼睛眯眯眼睁不开 那原本没有干净的 的一点点泪水 忽然变成农样的分明 我譬如说眼屎 有黄色绿色 白色的眼屎 跑出来 等等 为什么没有绿色 绿色代表 严重的细菌感染 一定会有绿色的 眼睛睁不开 那黑眼珠 变得雾雾的 变得蓝蓝的 那我觉得这时候 你就得要速度快一点 赶快把他带过来看 眼科专科的意思 好 除了你刚刚提到的 眼屎变多了 不管是白色的绿色的 黄色的 还有一个是他眼睛咪咪的 然后不是我们刚刚所认识 就是他 我们常常就喜欢 他那个圆滚滚的 可爱的大眼睛 是 那有没有别的 外部的症状 让主人说 这是有状况的 必须要送到专门的 好 比如说有一种问题 是不太会疼痛的 就像白内障 好 狗狗蒙蒙 是 最近这十年来 我觉得有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 就是我觉得 Case量越来越成长部分 就是遗传性白内障 像他常发生在红贵兵 因为最近非常非常流行 这个泰迪贵兵 一直都很流行 名列前三名 一直没有退 那现在排到榜上 第一名是他 再来是雪纳瑞 再来是长毛辣长狗 跟法国斗牛犬 这几个品种 目前是非常非常常发生 遗传性白内障的Case 好 所以这四种狗狗的家人 在照护上面 就要比别人更小心一点 对更谨慎 就譬如说 我们平常看他眼睛是黑溜溜的 忽然有一天 在某个灯光底下 主人会发现 哇 这眼睛看起来 怎么好像有点雾雾的 看起来没有那么黑了 或两只眼睛看起来的反光 是不一样的 那代表他的水晶体 可能已经开始有变质 或浑浊的状况 那一开始这个疾病 是不会疼痛的 对 所以主人可能会就此错过 黄金的时间 可是比如说 像白内障 你刚刚提到他的眼球 雾雾的灰灰的 会不会跟他老化 有一些关系 或者是长得有点像 而产生误会 白内障有很多原因 第一个当然是老化 超过十岁以上的狗狗 可能我们定期做眼科检查 而发现水晶体有老化 退化 甚至有白内障的状况 那第二个就是 如果是七八岁以前的狗狗 就像刚才说 那四种名列前茅的排行榜 上面的几种品种 它常见的叫遗传性白内障 就会耗发在八岁之前 那它变白的速度 也会比老年性的快 非常非常多 多快啊 我听过有一只一岁的红贵兵 一个礼拜前是正常的 一个礼拜之后 一只眼睛变成完全成熟的白内障 必须要开刀处理 大概可以花一周的时间 哇 这也太快了吧 速度飞快 它就真的是遗传性的疾病 对 遗传性疾病 所以它的速度才比老化的快那么多 嗯 嗯 这就是 又要老化 老化一句就是 你要养纯种狗 你必须承担这些的风险 对 然后你要必须先了解 这些狗狗猫猫 有哪一些常见的疾病 会发生在这些纯种狗猫身上 是我们必须要注意的 那如果说 我们发现我们的狗狗猫猫 猫猫也会有 猫咪也会有 白内障 猫咪也会有遗传性白内障 常见的包括哲耳猫 哲耳猫怎么都有 有时候是近亲交配的问题 好 所以猫也会有 那狗狗猫猫 当我们发现 它的眼睛的确是有一些灰灰的 我们去医院检查 好像是说 因为 我们今天为什么要挑白内障的问题 是一来听说 这个是所有的眼睛疾病当中 最容易治好的 是不是这样 对 它不是一个不治之症 而且它在经过恰当的诊断 跟治疗 跟手术之后 它的视力是可以百分之百的恢复的 所以 谈这个事情是希望大家 发现问题的时候不要拖 对 能够尽早处理就尽早处理 这个分界点是 刚刚你看到用了两个字 用了一个词叫成熟 对 白内障的分歧 因为它是一个 像猪猪一样的东西 水晶体挂在 对 你就把它想成一个蛋猪 它摸起来 有点像是生的蛋白 可以包成一个圆滚滚的蛋猪 它挂在眼睛的中间 它用来当做一个凸透镜 用来折射光线 对 所以光线会经过它的折射 会照在视网膜上面 造成清楚的视觉 那白内障变白的过程 就真的很像鸡蛋拿去煮成水煮蛋 它就慢慢慢慢煮熟就变白了 所以不论是在中文还是在英文 还是在哪一个国家的医生的分歧来说 白内障的分歧都用有没有熟来分 这颗蛋熟了没 一点点混沌 叫未成熟 还没煮熟的蛋 如果它一旦变白到完全遮住光线 造成狗狗或猫猫 这个眼睛是看不见的 我们就叫成熟 那当然下一步有可能煮太熟 如果主人自知不理它的话 它下一步叫过熟 这个蛋煮太熟 它就会裂开 有些主人跟我说会爆炸 不是 它其实有比较像是主太熟的蛋 会变得烂烂散散的 它会把这个蛋白质漏在眼睛里面 造成发炎 那一旦到过熟反应这样这个阶段 其实医生能帮忙的就很少了 它大概不能做手术 没有办法做超约波乳化 这个可以让狗狗眼睛恢复百分百视力的手术 大概只能点药吃药去控制它的反应 医生能做只是让狗猫舒服 但视力就没有办法恢复 它会痛吗 到发炎的反应这样会疼痛 它就有点像是异物掉到眼睛里面去 就是眼睛不停的发炎 那甚至可能会造成粗鞋 造成清光炎等等 那最糟最糟的状况就是 这个眼睛得要放弃 就手术得要拿掉 它就是 不管是栽除这个眼球 或者是其他的问题 它就是失明 对 它终将会变成失明 如果你没有及早处理 没有在它 黄金时间做手术的话 还没在它成熟之前 对 好 你刚刚提到它是 白内障其实最主要是 这源自于它的光线的取舍的问题 那它会卫光吗 如果它有一个 有白 开始出现白内障的问题的时候 它眼睛会有卫光的行为表现出来吗 倒是不会 但有些小狗它会觉得这个眼睛看不清楚 它可能会用手去揉它 那可能东西 譬如说它右边眼睛有把内障 只会发现东西从右边来的时候 它闪不过 或它常常撞到右边的头 或者是当它们去散步的时候 如果脚踏车 行人从它的右边经过 它比较不容易去闪避 或走楼梯会变很慢 因为你的立体感会不好 所以它下楼梯速度会变慢 所以在怎么样 我们在谈这些狗狗猫猫医疗的问题的时候 很重要还是回到主人 有没有去细心观察 就是它靠左靠右 我真的是必须要注意到它的反应 对 有些主人会跟我说 它忽然发现它们家狗以前下楼梯好快 怎么忽然最近好像畏畏缩缩走不看 那有些主人会说它丢零食的时候 以前接得好整 现在会miss 会打到头或掉到地上才见得到 那是因为双眼 虽然两只眼睛都有视力的时候 其实立体感觉会很好 你们可以试试看 我们把一只眼睛遮起来 叫你去走楼梯或拿东西 你会发现很困难 是因为立体感觉就变得很差 对 那好 所以我们作为狗狗猫猫的家人的我们 是不是可以 比如说 当然丢零食这件事情有点困难 不一定每一只狗 它从小就可以接得这么好 所以我在递零食的时候 我不要从它正面地 左右递 是不是也是一种观察的方法 也是一个观察的方式 再就是有个很简单的方法 就是如果小朋友家长在家里面 你可以用一只手遮住其中一只眼睛 遮住一边 然后用你的手 轻轻地接近另外一边 看他会不会被眨眼 我们就在医疗上角微和反应 那当然我们轻轻不能戳到他的眼睛 也不可以快速到有风 所以通常我们会用手指去接近 而不是用手掌 这样就会有风 对 那看看狗狗会不会眨眼睛 这个眨眼就是他看到了 或者是他会害怕 这就代表他的视力比较好 他是一个反射 好 我们谈了这些白内脏的问题 那如果说他还没有成熟 怎么治疗 我们会考量到他整体的健康状况 还有年纪 譬如说 其实医生最喜欢的黄金时间 是未成熟到成熟中间 这个时候 不是 不是更早一点 不不不 OK 一点点浑浊的时候 通常我们会建议开始点融白蜜酱的药水 因为我们现在医疗都很进步 有非常非常好的药水可以使用 对 那如果他已经进入到手术的黄金时间 就一点点白到很白很硬 中间这个时间如果他的身体状况 也是适合麻醉的 因为全身麻醉大概40分钟 气体麻醉 对 如果他身体状况适合 那我觉得手术 是可以考量的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治疗方式 因为毕竟他可以让他的尸体完全恢复 那当然这个要搭配主人术后 非常小心的照顾 因为小狗小猫并不会自己点药水 他们有时候很任性 他们用手去抓这个手术后的眼睛 没有像人一样 要非常非常小心 对 所以家人的照顾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如果说我要不要做动手术这件事情 也必须要考量术后 你有没有时间陪他们吗 对 如果这个主人他没有办法提供很好的术后照顾 比如说眼药水常常点不到啊 主人根本不在家 就未来要出差好几个月 那小狗的健康状况等等 都会加在一起考量 所以不管是昌明动物院或其他动物院要做这样的眼部的手术 除了要问他的不管是年纪或是其他的生理精能的状况 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要问 手术之后你有没有时间好好去照顾他或是陪他 或是去完成这个术后照顾 对我们术后照顾一般来说眼内手术是一个半月 就六周的时间 那当然医生的技术占这个整体成功率的一半 这非常老实说就是一半 那医生一定好好的帮你们家小猫小狗做手术 但另一半的成功率其实超支在主人的手上 有没有办法好好的陪伴他度过这个后面 有点不舒适的这个阶段 嗯 贴心的照顾跟陪伴是对于这些狗狗猫猫 恢复起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 广告之后我们要接大家call in 02-8369-3398-8369-3398 如果你们家狗狗猫猫有任何问题 包括眼睛的疾病的问题 你都可以趁机call in进来 那也跟大家说我们的幸福百分百的真票已经送完了 酒吧新闻台阿猫阿狗逛大街的节目 我是林庆盛 今天访问是长明动物院的洛洪飞洛医师 也接听大家call in 02-8369-3398-8369-3398 洛医师很难得来 所以如果你想要问眼睛的问题 赶快call in 进来 请叫洛医师来 先介绍 你好 你好 洛医师好 你好 我想请教两个问题 第一个 就是那个眼睛的四网膜如果破了 它是不是可以靠点药恢复 如果点药 请问是点哪一种药 因为我上一次 就是听说有人在点那个剥料酸 那第二个就是有的时候我看这个狗狗 眼睛红 请问是什么问题 好 谢谢 好 谢谢你 眼睛红了的问题 好多 我们请洛医师慢慢讲 对 先来谈视网膜Polo怎么办 好 第一个就是视网膜它是眼睛最后面的一个构造 它有点点像是一层彩色的保鲜膜 那么薄的一个东西 贴在眼球的最后面 它有七层的细胞 有神经细胞 感光细胞等等 它造成视觉 那第一个你先要确定它是不是真的是视网膜破 是不是 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说 没事视网膜在后面不会破掉 对 因为它并不是角膜 对它在很后面 它不是角膜 角膜是我们黑眼珠在最前面 所以我们什么沙子刮到 手去揉到 洗髮精掉进去 会造成角膜破洞 角膜溃疡 我们常听到什么眼角膜 对对对 刚才这个妈妈她提到的玻尿酸 其实是针对角膜溃疡 它有点像是一个修补的一个帮忙的东西 我们点在眼睛上 它会让角膜上面这个上皮细胞 长得比较快 这个是针对眼角膜受伤 那对视网膜在很后面的这一层 保鲜膜的东西 它点玻尿酸是没有效果的 它一定要找到 为什么让视网膜破洞的原因 有可能是出血 有可能是传染病 有可能是高血压 或高掩压等等 这些原因要先找到 才会知道视网膜为什么生病 才有办法对症治疗 视网膜的破裂很多 很大部分原因 好像都真正因为它的掩压问题 对有可能是因为掩压造成 视网膜上面血管破掉 我们叫视网膜出血 出血之后这个保鲜膜就浮起来了 就局部视网膜剥离 我们导师比较少用破洞 这个东西去形容它 好 那角膜的伤害 跟视网膜的问题 可不可以透过 因为听起来 完全不一样的部位 一个在最前面 一个在最后面 所以它的痛楚或是反应 应该从狗狗猫猫的肢体上面 可以稍微判断出来吗 是 角膜破洞很痛 因为其实我们的痛觉神经 分布在角膜的浅层的地方 所以这么说 越浅的伤口 越大的伤口越痛 所以我觉得最痛的就是洗髮精 洗澡的时候洗髮精 掉到狗狗眼睛里面去 那种最痛 那真的要洗澡 完全眼睛眯起来睁不开 有些主要说 洗完澡之后回来眼睛就红 然后眯起来两天睁不开 那个要赶快来看医生 但视网膜通常不太会疼痛 但是它会表现出 看不见的样子 因为视网膜是最重要的一个感光 的东西 所以一旦视网膜出血 视网膜剥离 这小狗会仿佛 这个眼睛完全看不见 好 那红了的原因呢 红的原因好多 其实大部分眼科的疾病 眼睛都会红 所以最简单的就是 睫膜炎 过敏 感染 眼角膜受伤 等等这些原因 甚至眼压膏 我们的睫膜都会发红 会冲血 所以其实最简单判断 这个小狗需不需要眼科医生 去看医生的方式 就是看他的眼白有没有红 眼白有红 就带着他去看医生 这些事情不必要去延迟的 是 继续来接王小姐 王小姐你好 你好 主持人医生你好 你好 我想请教一下 因为我在照顾 有时候在照顾一些流浪的狗狗 谢谢你 因为他们的眼睛 有时候会黄黄的颜色 我就尽量就拿很干净的死牙纸 帮他擦四叉 帮他擦掉那个颜色 黄黄的 但是如果好像常常有的话 比如说我们也没有办法带他看医生 就是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办法的处理 让他好像眼睛可以看起来很干净 好 谢谢你 拜拜 王小姐提到了一个是 我们刚刚在讨论 应该要讨论的是 就是眼睛的基本保护跟清洁 对不对 是 我觉得妈妈好好 还会为流浪狗着想很多 我觉得当然他会没有那么容易 被带来医院看 可能敌死不从都带不过来等等 那第一个要注意就是 如果我们想要冲他的眼睛冲洗这个分泌物调的话 第一个要用干净的纱布或卫生纸 另外要搭配生理食盐水 我们千万不要用开水啊 用自来水啊 用其他的不适合的液体去冲他的眼睛 我觉得最好的方法就是那种小罐 20cc的 就是便利商店都买到的 对对对对对 生理鲜水就是纯的0.9%的那种生理鲜水 它完全是等张的 对眼睛不会有刺激感 对 那我们可以用那个轻轻的滴到他眼睛里面 把分泌物冲掉 那我们卫生纸跟纱布都只能擦眼睛的外面 都不能擦到眼角膜的地方 不可以伸进去擦他的黑眼珠 我们只能把他冲出来的地方 只能就是他的外部 对对对 这是一个基本的清洁动作 那清干净之后才会比较容易知道说 眼睛里面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那比如说我们自己是狗狗猫猫的家人啊 平常也要做这件事情吗 还是说一个礼拜做一次 还是说他的分泌物 黑色的这些都还算是正常 没有黄色白色绿色的 那我就不用做这些基本的清洁吗 其实正常的眼睛 他的分泌物应该就有一点点 就可能两三天 我们需要抠一下他的一点小小的眼屎 记在眼头的地方 那平常正常情况下 是不需要做任何冲洗的动作 因为狗猫自己有泪线 他有冲刷的效果 不需要指纹再用特别的液体 去冲刷他的眼睛 那我们的泪水里面有一些 矿物质跟铁质 狗狗的也是 貓貓也是 所以他们在外面激久的时候 会有一个铁锈的颜色 那是一个正常泪线氧化的颜色 有指纹会说砖红色 有些会说铁锈色 尤其是白色的狗狗 非常非常明显 对 那就一点点的泪水的存积 我觉得算是正常的 如果有主人对于那个很困扰 要怎么清洁 类线大部分 第一个我们要先诊断出来 他为什么流眼泪要流那么多 两个原因 第一个他的水龙头开的太大了 譬如说他是过敏性结膜炎的小狗 第二个他有倒叉睫毛 他不停的刺激他的眼睛 所以他的泪水就分泌的比别的人多 第二个我们要诊断出 他的排水系统是不是有问题 我们叫鼻泪管 主材 对正常的泪水应该经过鼻泪管 然后就流到鼻孔 小狗会chun或舔掉就没有 所以他不会留在脸上 除非他的鼻泪管是塞住的 那他的眼泪才会净流 留在脸上 那氧化之后 如果在白毛的狗毛身上 就会很明显 觉得非常非常痛痕这个问题 我们叫泪痕 好这些都是要去给医生检查的 今天非常谢谢洛医师接受访问